曾经有一个人问一位 几身棒球名人堂的棒球选手 他问他说 当你开始职业棒球的生涯之时 什么是你最希望听到的劝勉 他的回答是这样 他说 我希望有人告诉我 当你达到顶峰的时候 那你什么都没有 他的意思是 当一个人奋斗有成 实现了他的梦想 他发现他的内心反而是变得虚空 当你打开报纸 看那些生活在水银灯下的明星 到底有多少人 他们是真正过着幸福满足的生活 是的 今年许多的人为他的事业 为他的理想而奋斗 有的人追求事业 有的人追求财富 有的人追求民生 但是当他们目的达到之后 他们拥有的财富 拥有的事业 又拥有了他所想要得到的东西 但是不是每一个人 他的内心都是满足的 曾经有一次我和一位朋友聊天 他是在UCLA拿到博士学位之后 他就跟我讲 他说当他念完书以后 拿到学位之后呢 他反而觉得一切都变得虚空了 他不知道他下一个目标是什么 我们当我们都知道 微软公司的老板比尔盖茨 他是创立的微软公司 他拥有了许多的财富 拥有许多的金钱 他曾经是世界上好几年被选为 世界上是最富有的人 有一位曾经有一个华裔记者 叫做康尼琼 他曾经在麦当劳访问他 访问比尔盖茨 问他上不上教堂 其中有一段话是这样 那比尔盖茨的回答是说 他还有比上教堂 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那么最近呢 比尔盖茨和他的妻子 签了离婚协议书 他们现在要准备要离婚了 那么除了他之外呢 我们都晓得还有亚马逊的老板 Jeff Bezos 还有Tesla的老板 Elon Musk 他们都是离婚了 亲爱的朋友 事业不能够满足人 财富也不能够满足人 你所爱的人有一天会变成你所讨厌的人 你周围的环境天天都在改变 人的内心也每时每刻都在改变 你觉得你满足吗 我还在工作的时候看过一篇报道 有一位有一份问卷调查 其中有一项就是他问每个公司的高级主管 多半是CEO 他问他们说到底他们对他们的工作是否满 是否满意 结果那么结果这出人意料之外 有70%的人对他们的工作是非常不满意的 圣经里面有一卷书是叫做传道书 这一卷传道书是3000年前 在以色列历史中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君王 叫做所罗门 是他所写的 那么历史告诉我们 这位君王所罗门是极其的聪明 他的智慧财富是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他拥有无数的金银财宝 他的飞兵有一千 他的美酒佳肴 以及一切娱乐是应有尽有 他写道 但是当他到了晚年的时候 他说出他内心的虚空 他写道 在传道书的第一章一开始 他就写道 他说虚空的虚空 虚空的虚空 凡事都是虚空 人一切的劳苦 在日光之下 他的劳苦到底有什么益处呢 亲爱的朋友 为什么人的内心会感到虚空 为什么人在衣食衣无缺乏之下 而他的内心仍然感到不满足 你想知道为什么吗 下一个礼拜天 我将继续和您分享这个题目 基督 耶稣是我们的生命 他是我们的满足 这是我的称 compliqué啊 现在现在我们的衣食衣服 会有什么űen